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天,我爸提出要给我换台新车 虽然我的车也还不错 但我明白他是对我离婚心怀愧疚 所以并没有拒绝 我跟他来到一家4S店 马上有个年轻小伙迎上来 看他名牌是个叫李涛的销售 他笑起来脸上有两个大大的酒窝 虽然是卖货的 但倒也没有老油条式的产妹 只跟着我们四处转悠 事实地讲解一下 如果只有我一人 那李涛是能说服我买一辆的 不过我老爸也是汽车爱好者 说起各项数据 如数加针 在我爸的各种问题下 李涛的知识储备就不够了 脑门上汗都冒出来了 又怕被发现 总是小心翼翼地擦掉 见他如此 我只觉得可爱 我爸是做生意的 非常精明 物以类聚 所以他交往的人也是如此 我从小就是在这种 前来力往 算来即去的环境长大 与前夫的婚姻 也是利益婚姻 婚前明算账 婚后各国各 前婆婆里里外外防着我 霸占他们家产 又觉得我高攀 我实在忍受不住 最终提了离婚 李涛和我认识的人都不同 他骨子里就透出一种石秤 憨态可居 看着他一笑就露出了两个酒窝 我迷醉了进去 自那以后 我总是去4S店找李涛 借各种名义 我带他去市里各处景点玩 给他买西装 领带 皮鞋 让他在一众销售里最体面 慢慢地 这个老实芭蕉的乡下伙子 也喜欢上了我 相识半年后 李涛向我求婚 我答应了 于是将他带去见我爸妈 却被他们极力反对 你比他大5岁 又离过婚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选择你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家条件好 双方各方面差太多 他一个贵州小村子里的孩子 高中学历 你觉得你们能走多远 谈恋爱我不管 结婚我不同意 我之前结婚就是你们一手策划 你们看好的 可结果呢 这次我只听自己的 我见爸妈开口闭口 都是条件条件 心里很势不舒服 况且我有情饮水宝 根本听不进去他们的劝说 虽然我嘴上说得决绝 但心里还是希望得到爸妈的祝福 要不婚礼就麻烦了 偏随人愿的事我怀孕了 我和李涛都非常高兴 我爸妈也因此 勉强同意了我俩的婚事 并且愿意出资四百万 帮我们买房 爸 谢谢您 体谅我们 但买房本来是我该做的 所以这四百万 就当是我跟您借的 我以后 挣了钱 还给您 李涛激动地说道 然后白纸黑字写下 我看李涛这样有担当 与有荣烟 和我妈对视一眼 见她暗中点头 心里更加高兴 我怀孕过程很辛苦 孕吐胃口也差 为了让我能多吃点 李涛想尽办法 只要我开口说要吃什么 她就会不辞辛苦地起大早 去市场买新鲜食材 回来给我做 很多时候 她几个小时忙下来 我却只吃一两口 她也没有抱怨 五个月后 孕吐止住了 胃口也开了 李涛就变着法的 给我做营养餐 但是我又出现 认称文 水肿等问题 好在十个月 总算是熬过去 我生了个大胖小子 母性使然 虽然我背着孩子 折腾得不行 但只要看着他 我就止不住地开心 我比高考复习还认真的 学习着那些科学育儿的知识 并把他们付诸实践 只是没想到 我对儿子的上心 却让李涛生出不满 比如 我每天都要求给儿子奶瓶 磨牙器等 入口 或者可能会入口的东西消毒 每天要用清水给孩子擦洗一遍 时刻关注体温 关注排便 记录各种数据 只要触碰孩子 一定要洗手等等 都让李涛觉得头大 她说 他们村里的孩子 都是羊群一样放养 照样健康长大 也不知道 室委的规矩太多 还是李涛太劳累 没几天 她就感冒了 我看她鼻涕 喷涕的不断 让她隔离 担心她传染儿子 可是她连日来 本就积压有不满 有生病不适 竟第一次跟我闹起了别扭 非暴的儿子不放 结果 儿子也被传染 高烧了几天 那是儿子第一次生病 我发疯一样抱怨李涛 骂她不配 做父亲 育儿观念的鸿沟 拦腰切断了 我和李涛热闹的感情 也让我们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为了避免更多矛盾 我让我爸 给他在家族企业里 安排了份工作 我请了个阿姨帮忙 给我带孩子 这样呢 家里才太平一些 转眼三年多过去了 儿子已经上了幼儿园 我的时间一下子空出来许多 我也惊觉 我和李涛 似乎很久没有浓情蜜蜜蜜过了 我想 也许我们可以补一场蜜月旅行 来修复一下感情 可一个电话扰乱了我的计划 李星鱼妈妈吗 你家孩子生病了呀 今天 怎么没来幼儿园 听着幼儿园老师一番询问 我脑袋轰的一下 手忙脚乱地拨通李涛的电话 今天不是你送儿子去幼儿园吗 怎么老师说 孩子没在幼儿园 我声音里透着颤音 希望李涛 能给我一个想要的答案 怎么可能 我亲眼看得近的幼儿园 你等我 我马上回来 我哭着给我爸妈打电话 希望我爸能用他的人脉 帮忙找孩子 刚挂电话 一个陌生号码又打进来 是李其余的妈妈吗 你儿子现在在我手里 不要报警 先准备五十万现金 明天我会再联系你 在哪里交钱换人 声音被处理过 听起来让人难受 绑架 我儿子被绑架了 绑架犯都是些亡命之徒 很多 即使拿到赎金也会撕票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样的事会落在我的身上 李涛回来后 我们俩商量 一致决定不能报警 可是我们手里 一时拿不出五十万现金 指的又求助我爸 第二天 我们按照绑匪要求 将五十万现金 放进城郊一个垃圾桶里 十分钟后 我们收到消息说 我儿子在附近一个酒店大堂 沙发上躺着 我们立马赶过去 发现了正在暑睡的儿子 失而复得的喜悦 冲刷掉了两天来的恐惧 楼的儿子 我说 儿子已经找到了 我们报警吧 把这些狗娘养的抓起来 李涛摇头说道 他们在明 我们在暗 他们盯上我们了 说明对我们很了解 万一 这警察没抓到 我们不就更危险了 我觉得李涛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经不起冒险了 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我和李涛的感情有些回温 可是蜜月旅行计划 却因我实在放心不下儿子 搁置了 你是李涛老婆吗 他出轨了 不信的话 明天下午四点 到天河广场 金兰珠宝柜台看看 自从儿子被绑架后 我最怕接到陌生 号码来电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次有事的不是儿子 却是老子 第二天 我按照电话里说的 下午四点出现在金兰珠宝 只见李涛和一个浓装艳抹的女人 尖挨着尖 头挨着头 有说有笑的挑选手势 我一个箭步 奔到他们的面前 一把推开那个女人 又仰手给了李涛一巴掌 李涛挨了我一巴掌 恼羞成怒 竟然使了十足的力 将我推倒在地 我一下摔懵了 屁股和右腿被冰冷的地面 撞得生疼 可这抵不过我心疼的半分 等我挣扎着从地上起来 李涛已经和狐狸精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 面对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回到家里冷锅冷灶 李涛没有回家 我等了他一夜 如果他愿意悔改 能给我一个解释 也许为了儿子 我会继续这段婚姻 可是他没有 连一个消息也没给我 我也反思 是不是自从儿子出生 我太忽略李涛了 早上那个女人 却给我了一张照片 和一段录音 照片里 李涛正在熟睡 录音里 李涛不断地抱怨我强势 不顾及她 她告诉我 想与我谈谈 我冷笑 这是示威 心里的不甘生腾起来 李涛从一文不明 到现在有些脸面 都是败我所赐 我要是主动让位 岂不是便宜了这个野鸡 我又再次见到那个女人 她亦是浓妆艳抹 妖娇地开口说 她叫方方 她是陪酒女 李涛不过是诸多客人之一 只是最近李涛 才和她成了一条船上的人 我看她 两瓣红唇 不停巴拉巴拉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如果你是想示威 那你死心吧 你也不打听打听 李涛能有今天 都是靠我 她没胆子跟我离婚 哦 那她为什么昨晚没回家 还推了你 我正要反击 她挥挥手 打断我 你别急 听我讲完故事 再骂我也不迟 方方笑得很惬意 一点也没有小三的自知之明 两个月前 你儿子是不是被绑架了 如果我跟你说 是李涛和我做的呢 怎么可能 那是她儿子 她绑架做什么 为了钱呗 李涛前面在会所里 赌博输了不少 不敢找你药 所以借了高利贷 眼瞅着还不胜 又怕漏馅 就找我帮她 绑架这事是她想的 我不过是帮她 把你们儿子藏起来 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你既然知道她这样 难道还想嫁给她 这你就要去问问 你父亲大人了 她方方说完这句 就不再多言 我心里乱糟糟的 如今只能去找我爸 问个究竟 原来 我儿子被绑架那天 我爸第一时间 去幼儿园查看了监控 发现儿子当时 并没有从李涛车里下来 她起了疑心 所以就派人跟踪了李涛 随后 不仅发现了李涛的阴谋 更发现了她的奸情 我爸想第一时间告诉我 但想起当初 我第一段婚姻 就是他们干涉太多 而不能善终 又担心 即使告诉我 我也会心软 就原谅了李涛 于是 她另辟蹊径 找到了方方 许与重金 让她想办法 让李涛跟我提离婚 谁知 方方努力了两个月 李涛始终没有松口 所以方方只能期许 我知晓这一切 愿意离婚 好让她能得到报酬 回家的路上 我拨通110 把李涛和方方 绑架儿子的事 告诉了警方 做错事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涛被关进 开手所后 我起诉离婚 我爸主张 房子归我 但李涛居然说 购房款是我爸赠送的 且户主是他 房子归他 你真够不要脸的 出轨又犯罪 还想要房子 怎么不去抢 我气得半死 忍不住骂道 这么多年 我低声下气地伺候你 你们一家 何时瞧上过我 我本来就比你年轻 不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清准损失费 也许是撕破脸了 李涛说起话来 也无所顾忌 别忘了 你赌债怎么还上的 五十万够够的 说完 我再不看 李涛一眼 万幸我爸的精明 他拿出一切 准备好的东西 当年 李涛亲笔写的借条 将房子争取了回来 拿到判决书的那天 我妈握着我的手 告诉我 我还有父母 还有儿子 我知道 他是担心我想不开 我想 我不该一直活在 父母语义里 是时候自食其力 做个让儿子 可以依靠的妈妈 也做一个 让父母省心的孩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也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